剧透我们是认真的 欢迎来到本期的一品剧透 在香蜜城城进入霜的最新剧情中 旭凤不仅把一半双花送还给了锦蜜 而且还说了一些狠话 为了断绝锦蜜的念头 还当着锦蜜的面宣布 下个月与碎河成亲 锦蜜痛心疾首 同时锦蜜明白润玉一直都在骗她 当着润玉的面哭喊着 如今我已尸骨无存 我的每一分每一寸 我都被你利用干净 你可以放开我了 润玉一听极了 对着锦蜜说 我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你不要怕我 不要丢下我 然而锦蜜却说润玉是骗她说爱她 骗全天下的人说爱锦蜜 只是因为骗到了最后 润玉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但是润玉根本就不爱锦蜜 锦蜜终于开始绝情了 只因为润玉评当太多 多到锦蜜都不敢相信润玉的任何一句话 想立刻离开润玉 只希望润玉别再纠缠她 而最关键的就是 锦蜜还点出了当初润玉造反的那一点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十万天兵 锦蜜哭喊着润玉是一个赌徒 她赌的就是绝缝会冲进来 赌锦蜜会替付报酬 会杀了绝缝 结果润玉读对了 剧情是越来越虐了 锦蜜现在明白了一切显然已经晚了 自己种的因 自然要品尝自己结的果 真希望大家